一年一度的亚洲盛会 东京设计师周开跑 今年主办单位以蓝色系的基调为主 力推全方位环保概念 台湾以国家馆形象参展 当人也不落人后 台北市文化局 特别找来国内六位手工创作者 展现台湾独特的设计能量 大部分他们的特色都是手作 然后手工 然后用一些回收材质 跟台湾在地的一些元素 图像去创作 除了已获得多项国际大奖的 筷子衣架抽取式垃圾桶之外 台湾团队这次加入不少年轻心血 为台湾馆带来许多小而巧的创意设计 大家可以看到这是一个 小木耳的销铅笔机 那大家都应该知道 那个皮诺丑的故事 那当铅笔越小越短的时候 我们就好像是那个小木耳 因为很诚实 所以它鼻子越来越短 它是一个循环式的绿色设计的肥皂 当你使用越来越小块的时候 你可以跟第二块做结合 然后结合在一起之后 你再拿另外一个肥皂盒出来 继续使用 循环使用的不只是肥皂 这只铅笔利用后端的木工卡榫 可以把两只削短的铅笔 尾端扣在一起继续使用 这些作品不但展现新一代的创意 更多了份珍惜地球资源的新意 和今年东京设计周的环保概念 不谋而合 我们继续连这些少计划 每年都没有继续折 另外一个肥皂盒 我们继续折 这个薄设计划